汗从哪出湿就在哪 皮湿头汗 干湿腿跟汗 肾湿全身汗 你知道吗 汗从哪出湿就在哪 皮湿头汗 干湿腿跟汗 肾湿全身汗 出汗本身是一种正常的生理现象 但是要是出的太多或者别人都不出 就你出 那就不对了 如果你有这几种出汗的情况 可能是身体给你发出的警告 先来说 皮湿头汗 如果说你平时是头上爱出汗 吃个饭别人都没啥事 就是你总是满头大汗 头脸还总是爱出油 衣服领子经常都是黄色的 除了这些症状外 平时还总感觉嘴里黏腻 食欲不是很好 谈多 感觉怎么也吐不完 身上胳膊腿发沉乏力 这种人多属于中胶脾胃有湿热了 吃热 淤蒸 破筋外出 舌头伸出来一看 往往是舌体胖大 舌苔黄腻 舌中间有裂纹或者凹陷 调理可以参考过 或相轻微玩 再来说 干湿腿根汗 有的男性朋友总有个难以开口的困扰 就是大腿根部潮湿出汗 骚痒有异味 另外呢 经常感觉头痛 眼睛红肿 口苦扣黏 脾气急躁 总想发脾气等等情况 这种人呢 就属于肝筋有湿热了 肝筋的巡形环绕阴气一圈 湿性又趋下 肝筋的湿热到了下胶 就引起大腿根潮湿的情况 舌头伸出来一看 舌兵骨胀明显 舌苔黄腻 调理就可以参考龙胆卸肝丸 最后是肾湿全身汗 还有的人呢 也容易出汗 但并不是因为热 甚至出了汗以后还总感觉冷嗖嗖的 要打寒颤 手脚摸上去也总是湿湿凉凉的 总感觉膝盖酸软 使不上劲 小便排的不顺畅 晚上还总要起夜 咱们的男性朋友呢 还会有功能下降的情况 一伸出舌头 舌只是白的 舌苔白滑有水光 这时候就可以参考503 好了 那以上就是今天沈医生给大家分享的全部内容 但是在这里也要提醒大家 设计用药一定要谨慎 如果你有需要 一定要在专业医生的指导下用药